这个赛季恩比德刷出了相当恐怖的数据 目前场均已经刷到35分了 LVP的呼声也是非常高 因为今天以前除了数据爆炸以外 他的身上还有一层buff 球队离开他一胜难球 很多人也喜欢吹噓恩比德 说什么746人离开他只是CBA球队 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 恩比德确证的四场比赛 对手分别是凯尔特人提湖 斯林郎以及热火 这四支球队你别说恩比德不打 马克西不打 你让恩比德独自带队过来试试 看看他能不能赢 只能说恩子 他的心机是真的很深 如何通过坑队友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都给他算计到了 今天打魔术东部第四的强队 他也休战了 妄图再坑一把队友 可没想到76人 6人得分上双 3人得分20加 大胜魔术20分 请问现在还队友CBA吗 恩比德实在太会给自己肇事了 打强队就让队友去送死 打弱队就玩命刷数据 他现在场均35分是吧 我来给你数数 他在烂队身上刷了多少数据 打公牛40分 打黄蜂42分 打两场老鹰和砍70分 打三场活塞和砍109分 打三场奇柴和砍136分 赛季至今他合计打了25场比赛 在这些烂队身上共计刷了397分 场均近40分 相反的是对阵凯特人三场比赛一场逃跑 另外两场比赛和砍47分 场均只有23.5分 这就是恩彼得 打弱队开启最大功率猛刷 打强队视情况而定 要么逃跑 要么唯唯诺诺 我知道12月21日打森林郎 他拿了51分 但谁能永远不吃饺子呢 恩彼得毕竟拿过MVP 多少还是有点实力的 况且那场比赛 他9次周上罚球线 疯狂罚了18个 唐斯格贝尔人均四半 被裁判吹得近乎不敢防守 这就是恩彼得 我承认他有点东西 但是东西不多 他的先机和算计能力 当属NBA第一 你看看跟恩彼得闹不愉快的人 从西蒙斯到哈登 哪个不是身败名裂 被人追着狂喷 哈登如果不是在快船大杀四方 率领球队打出九连胜 至今都翻不过来身 只能叹一句是恩彼得真的好算计